世界上有几个民族十分喜欢内斗的,有甚至内斗了上千年,于是导致自己的民族已是四分五裂的,十分没有团结精神,让我们来看看是哪几个民族吧。 首先就是欧洲的老居民阿拉夫民族了,这个民族在罗马时期曾经是三大蛮族之一,另外两个就是日尔玛人以及卡尔特人,开始大迁徙的时候并开始内斗,于是分化成了西斯拉夫,也就是现在的捷克,波兰和斯洛伐克,南斯拉夫,也就是现在的巴尔克安本岛,一直东斯拉夫,如今的俄罗斯,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。 如今这三个民族已经内斗了一千年,一直都是在内斗着,比如波兰就曾经和捷克发生过大战,同样都是被侵略的十分可怜的民族,应该惺惺相惜,可是却一直在内斗,在领土的分配上面也有着非常大的争执,波兰和捷克就曾经因为七星地区的分配发生过争执,最后相知不下,欧洲大佬才出来调和,三分之一的土地给了波兰,剩下三分之二给了捷克,但是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内斗,直到一分为二,每人拿了一半才得到解决,不仅如此,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也不好, 在德国侵略的时候,乌克兰甚至有不少的人还是支持德国的,但是在波兰和俄罗斯更是世仇来的,波兰曾经攻下过俄罗斯的莫斯科,所以俄罗斯人非常的记恨波兰,于是后面强大了,俄罗斯立刻划分了波兰,后来波兰复国了,第一个攻击的就是苏联,也就是爆发了苏波战争,所以说斯拉夫人虽然都是同一个民族,但是实质上三分之一的欧洲史都是关于他们内斗史,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团结了。